情戰 他就希望會還是做一點事 或者是說這樣子 只要他還能夠動 他就希望會還是做一點事 畢以心事 就多做好 德不孤 德性廣大必有 廣大的眾生受德性的感受來回溯 好 關係治癒為虔誠 不好的行性 要注意的是關意之情 這種關意來自詢詢的道理 非常詳細 非常詳細 不要詢詢的關意的詢道 以免會見這個回憲真實 將來也要回幾天都會不允許 因為會變成慘念 不可怕 好 再過來 願意識這幾本 這是一個名字 叫做韓章 韓章是講大義 有很多美德 可以讓人去感覺得到 大地的美 美德 而且是很有內好的 但是他大地不會講話 他不像人會講話 會現場 做一些假的現場 說我多好 多好 多好 大地不會的 他從來不會是這樣子 可是他竟然非常有內好 大地非常有內好 比如說 你看前面一座山 可能裡面有很多萬物在裡面裡面 裡面有各種各種 你想像不到的那個 花花美的東西 包括生生不息的東西 都很有內好 好 我們要學習這種寒章可真 就是很有內在美德的涵養的人 學習這種來當一個輔助 或就是假如有一天我們當王的輔助 好 那我們要有這種很有美德 有一天人家就會發現你的美德 找理解輔助 一有機會來 為了輔助 這個時候呢 無成有中 什麼叫無成有中 這種人呢 因為他很有美德 所以他懂得怎麼跟上面相處 他不會製作什麼的 花花的層上 而且他不會顯露自己的才華 好像比他的上面的花更有才華 他不會 他會內斂 好 看起來好像不是他所促成的 但事實上他促成 他的功郎 其實都是他的功郎 但因為他很有美德 他都把功郎推給上面的我 好 推給前線 為什麼我們 道場教我們推過很多 教我們要為前線 那也不是說這個前線都沒做事 好像都是前線做事 不是 他做了很多 只是他會懂得不得 懂得推功 就像大地這樣子 叫做無成有中 而且能夠光明正大把事情 不是自己的完善 優勢有中 好 這在講什麼 這在講大地 他有一個遵循的方式 也就是說你看不到他的美德 但事實上 你聽不到他告訴你美德 事實上你可以感覺到 可以看得到 感覺到 它有寒脹可證 所以我們這邊講到提醒正道 就是說你要遵循這個大地的這種 寒脹可證的這種這種道 這種正道 君子的正道 法天則地 所以他就說法天則地 提醒 提醒我 提醒正道 建子 而且要堅持 君子的正道 你要正道 所以寒脹可證代表著我們要學習大地 很有內涵 很優美的那種寒脹可證 有內在文章的這種美德性質 身體理性 行徑的正道 這樣寒脹可證的 法國民章還是什麼 這裡 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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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道有一位昆道 他很有內在的美德 非常好 然後他又不會大臭講說 我很會內在文章 他是給你這個感覺的 你跟他在一起 就會占領他 法國民章 這種美德 有的是誰 誰告訴你沒有 是你感覺的 你跟他在一起 或是你到這個地方 看到他 你就感覺滿正的 昆道 修的正道 很有美的 對 這個就叫做寒脹很正 其實不只是昆道 前道也要修成這樣 像大地一樣 很有美的的前置 而且 身體力行 精緻的正道 效法天地 堅持非常好 其他這個寒脹可真 就是一個天地 天地展現出來 這個大地展現出來的就是這樣的特質 叫做寒脹可真 所以我們要效仰 弘揚正道一心 講呢 其實就是要認識自己內在的美德 這就是上天給我們的天地之衛心 上天給我們那一份美德 以感恩的心 善用自己的能量成救救 對 咖化線量成救救救 第四個咬 如何不要阮絕力 databin 這個就是代表結用 大地有很多的資源 但是它都是用到剛剛好 比如說這個地方一年該有多少水 降多少水 他說是補充的 如果偏利的就代表乾旱 其實氣象 氣象其他都可以算得出 比如說我們台灣 每個地方一年有多少水 然後可以算出來 就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地方固定一年就有這個 差不多這樣 好像上帝 上帝就已經發生了 易算好好 就這樣 太多了會淹水 太少了不行 剛剛好 所以這裡 大地事業一又是 勢然敲到好處 所以我們要學習這樣子 不要浪費 要學習大地的這種 不浪費 叫做勤儉解釋 強盪 發揮最大的影響 這樣子呢 可以招容眼睿 而且 因為招容眼睿 這裡叫做勤儤愛 所以我們要學習大地 以勤儤而愛人的承擔力來培養自己的軟食物 又可以招來 我們要眼睛使用 勤儤心 可以招容愛 適償 在軟食日後 切儉解釋 法重要 一定要 IgA 來 怎麼說呢 如果 今天有錢人家 他的孩子 從常 嬌生貫殖 他不 沒有教他 勤儡接儉的話 因為通常都有傭人幫他做很多事 長大之後 就算他繼承了萬貫家產 可是他給你揮霍浪費 做吃三口 一樣一下子都慌慌了 所以寧可給孩子勤勞 接近 勤勞 他懂得對人好 愛人就是做一點後悔的事 那你把他教會他 教會他這個 就算裡面給他一滴一毛的遺產 他那個地方 他這個地方會非常好 而且這樣也可以很有情色 這個就是Rush 這個招來的一樣 好 第五 皇陝 中央募集圖所謂 皇又代表大義的衍生就是中 皇中就可以通明 再講什麼 再講中優的得量 得量要從涵涼的地方 要從中央募集圖的地方去涵涼的地方 當一手血管歸零 就進入了泰河 用泰河之氣來對人對事 就可以涵涼的地方 怎麼說呢 我打算用來講 今天如果有人對你好 那你對他好 好像很正常 今天如果有人對你不好 你還可以對他好 代表你還可以對他好 因為你有泰河之氣的那一種修煙 就是你都是和和氣氣對人 而且和和氣氣對人 人家要傷害到你 要激怒到你 就要像一個重錢打過來打到棉花一樣 會化掉你 和和氣氣就會化掉所有的暴力 所以我們會修泰河之氣的人 你把他用在生活當中 就是可以展現你的德力 比如說 太太跟先生 常常定罪 常常吵架 不過 他們因為 彼此都有德量 所以床頭吵 怎麼樣 床都吵 真的就有這樣子的一對夫婦 兩個都是當老師的 老師的都是很有主見 所以教育孩子經常起衷 教孩子的方法不一樣 然後充足的時候 有時候很激烈 激烈到甩被子 因為他們知道 可以打人 打人就這樣到 那我甩被子可以吧 你可以 甩被子 太太也甩 先生也甩 你甩 我跟你甩 甩被子 被子甩的 所以 以上都是在掃一掃肝 明天早上起來 首先你去吃茶館 可以吃 所以就是 彼此 那個德量 還可以發揮的時候 那 如果缺少那個德量的話 我可以吵架 吵架下去就完蛋了 好 好 所以這裡 黃宗通禮 中庸的德量 四個字 是這一窯裡面最重要 叫做溫文怎麼樣 溫文就是那種太 神奏就是中庸的 勇於承擔 那這個要靠 機械修盛 這個不是一下子有辦法 要學 所有的聖者都是修煉學過來 不可能一下子就有中庸得了 就曉得溫文神奏 所以溫文神奏是大地的一個特色 就像一個黃色的大地的顏色 要向大地溫文神奏表承擔的德量 應先協以修生 協習聖德的好學無道 並將所協到盡力 因為這種溫文神奏的德量 是要修來 要學習聖行 才會辦法 所以 要怎麼修呢 要多承好 先說好 好 重學 以成就得亮 好 最後一個要 龍戰儀野 這個戰是什麼呢 戰就是陰陽消載 龍 代表陽 戰儀野 就是你會看到大地那個 本來綠色的變成黃色的 然後變成紅色的葉子掉下來 營陽消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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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血 是這個意思 那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天地是在一個太則的狀態 營陽消載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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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學習大地 培養太和之奇 這樣才會有辦法參戰天立華 可以定義勇喘 所以我們這個 善用我們這個有用的身體 然後呢 身為形毅美勇喘 善用這個時候多修這個德 只有德才可以留美勇喘 因為有錢不見得能夠美勇喘 那以後人家講道裡面說 喔 那個有錢人喔 是這樣 講道裡面會讚美你 美你永存 那以後 所以就像我們大帝後德戰 大帝是後德戰 昆德的最高成就 德性夜深厚 太和之性能量夜強 既然修這個德 德跟太和是相似的合法 因為你要很良德量 不要有太和之性能力 有精神能達成 能夠掌握天地要消耗自己 喜歡變化自己 就看在發音裡面的修長 好 人家說道成天上 名流怎麼樣 人仙 所以天上國會怎麼樣 人仙 所以美名永就算 有的人是在世的時候就已經美穌穿了 美名就不在美穌穿了 那你就會知道他將來一定會有什麼 什麼樣的相救 因為美名來自身體力量很高 用游穿是精神的不修 孔子就是一個 美名的游穿 你看他第一眼子孫 七十幾代來說還是 子孫都過了 就直接讓他打過來 非常崇高的那個 社會的 大家的背後代的尊敬 好 所以我們這個崑 他是最重要的軟許力 我們要學習崑的 尤其今天這個時期的白羊天使 白羊期的修詩 也就是我們 像我們在座各位 號稱白羊天使 白羊天使 白羊天使一定要有昆德 白羊天使 不需要有太多很強勢的 帶領者出來 要來引導大家 我們都要監督他的手 所以你看我們師父 事先的就是一個昆德的地方 這個昆德的地方 我們一定要學 因為他是軟許力 最堅強的帶領 那一種 破的那一種 就這個 好的 我們這個昆華 今天作為我們 今天這個課程的結束 晚上非常歡迎大家 大家 用完餐之後 留下來 我們可以 有一些學習異經的問題 或是性格的教練都可以 或是你個人